今天卖场除了实联制管控人潮 为了要解决采买不便 台南市府建制便利送平台 每合卖场还有计程车业者 网络下单配送到家 解决防疫期间购物的问题 也疏解计程车业者 在这波疫情带来的冲击 从袋子拿出物品一一清点 确认无误 再小心翼翼装香蜜蜂 防疫期间想到大卖场采买 又爬回群聚 台南市府推出便利送 网络下单东西直接送到家 从卖场只是送到家门 可能比你自己开车 还有停车 到时候新鲜度还要更好一点 不论零食杂货生鲜食品 只要卖场有的统统能配送 而且消费达到一定金额就免运 只要消费满800元就会免运费 市府还有计程车业者一起合作 会增加我们送货的效率 计程车业者加入合作 不仅能让货物完整送达 还能疏解车行 因为疫情带来的冲击 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计程车的生意方面 只剩下二到三成 部分的司机来说 他们一天的营业额 是有增加到三到五成的 台南便利送平台 目前已经没合11个商圈 12个市场 总共800多家上架 单笔订单500元以上 只需负担50元运费 疫情期间 各行各业面临冲击 除了中央纾困金 地方政府主动伸出手建制平台 协助他们渡过难关 挺过疫情 记者黄福奇 台南采访报道 我们儿久不见了 这边 都有 瓶子